电子支付平台的市场竞争 就越来越激烈 各类型的电子钱包 都是各出其谋来扩阔的客路 消费者在越来越多的选择下 电子支付平台又会出什么奇招 去吸引到消费者呢 太太 对了,我们已经逛了三个小时 为何还没买到东西 不是,我刚才看的是日常用品和家品 是为了我们的家而鞋的街 我看了这么久 不然是想省下你的荷包的钱 你应该多谢我 你这样只省色劍和血拼 我是很感恩的 但会否先把肚子治好 好…那裡…走吧… 要治好肚子 你学习了,待会我打开电子钱包 然后掃这个QR曲 立即拿到电子礼券 今餐入我掃 入我电子钱包的掃 好 先逛东西 很饿 她要吃,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好吗 好,我现在就用电子钱包付款 按完 好,先搜索一下 完成 完成 我们等她的收据 你看看,她自动用了电子礼券 是否很方便 是,很贊 快去拿东西吃吧 电子钱包真的很方便 还要一邊吃,一邊省 对,省不少 你以后只要进入任何商户 看到这个QR券来掃 即时可以用那些优惠 不过网上和应用程式是没有的 要亲身去到商户才行 太棒了 老婆,你说话不需要休息 何时都说你是冰雪聪明的 那你是哪里找到这个QR券的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商户 都会提供优惠 所以很难记得完 不过大部分的电子钱包 都会定期更新 有优惠的商户名单 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查到 就是这样 我打开了 就会看到很多即时的优惠 以及哪些地方有 那些店舖里看到的QR券来掃 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老婆,你除了在枝坑试键的QR券 簡直是最高市的材料 现在是否令你很想 快点找哪里有QR券可以掃 老公,你经常出旅行 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海外看到这个QR券 你也可以照着电子钱包来掃 很有成就感 海外也有吗 那我真的要到处留意哪里有这个QR券 对,所以说去旅行其实也可以省钱 老公,我们何时去旅行 其实既然这么多商户都有这个QR券 香港也有牌照 你为什么要去旅行 吃东西吧 我去旅行 我去吧,老公 我去旅行